鱼雷作品 我是玉雷 我们继续来修学大佛顶首冷言经 这一集是二十五元通法门的第三部分 先看原文 须不提及从做起 顶礼佛足而白佛言 我旷节来心得无碍 自意受生如横河沙 初在母胎即知空寂 如是乃至十方成空 亦令众生正得空性 蒙如来发性觉真空 空性原名得阿罗汉 顿入如来保民空海 同佛之鉴印成无学 解脱性空我为无上 佛问原通如我所证 诸相如飞飞所飞进 选法归无思为第一 舍利福即从做起 顶礼佛足而白佛言 我旷节来心见清净 如是受生如横河沙 世出世间种种变化 一见则通或无障碍 我于路中逢家设波 兄弟相逐宣说姻缘 悟心无忌从佛出家 见觉明缘得大无畏 成阿罗汉为佛长子 从佛口生 从法化生 佛问原通如我所证 心见发光 光及之鉴 思为第一 普贤菩萨即从做起 顶礼佛足而白佛言 我已曾与横沙如来为法王子 十方如来教其弟子 菩萨根者修普贤行 从我立明 世尊我用心闻 分别众生所有之鉴 若与他方横沙界处 有一众生心中发明普贤行者 我与尔石成六牙像 分身百千皆知其处 纵笔葬身为何见我 我与其人暗中磨顶 拥护安慰令其成就 佛问原通我说本音 新闻发明分别自在 思为第一 孙陀罗难陀即从做起 顶礼佛足 而白佛言 我初出家从佛入道 虽具戒律于三摩体 心肠散动 未或无漏 世尊教我 即聚西罗观鼻端白 我出地观经三七日 见鼻中气出入如烟 身心内鸣 圆动世界 变成虚境 犹如琉璃 烟相渐消 鼻息成白 心开漏尽 诸出入西化为光明 照十方界得阿罗汉 世尊记我当得菩提 佛问原通 我以消息 西九发明 明缘灭露 思为第一 富罗纳弥多罗尼子 集从做起 顶礼佛足 而白佛言 我旷解来 变才无碍 宣说苦空 深达石像 如是乃至横沙如来 秘密法门 我于众中 微妙开示 得无所谓 世尊知我有大变才 以阴生伦教我发扬 我于佛前祝佛转伦 因狮子吼称阿罗汉 世尊应我 说法无上 佛问原通 我以法因 降伏魔怨 消灭诸漏 思为第一 幽波离集从做起 顶礼佛足 而白佛言 我亲随佛 欲成出家 清观如来 六年勤苦 亲见如来 降伏诸魔 智诸外道 解脱世间 贪欲诸漏 成佛教解 如是乃至三千微仪 八万微细 性夜遮夜 细节清净 身心寂灭 成阿罗汉 我是如来 众中刚济 亲应我心 持戒修身 众推无上 佛问原通 我以执身 身得自在 次第执心 心得通达 然后身心一切通力 思为第一 我们这一集来学这一段 接下来呢 须不提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顶礼佛陀之后报告说 我从那么多节以来 已经得到了身心无碍 因此我能意念起自己无数式的生生死死 简直比恒河里的沙子还要多 最初我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 就已经明白了空计的道理 甚至也能在十方世界 皆成空无的情况下 都可以令众生 证得空性 后来经过佛对我开示了 性觉真空的道理之后 我的空性 才真正的证到了圆满地步 成就了阿罗汉的果位 顿时进入了诸佛成名的空海之中 和佛的支见同一地步 被佛印证我 已经成就了无学道果 并且佛称赞我是解脱性空第一之人 如果佛让我来说什么是圆通门境 按照我的经验和证悟 从一切相入手 明白万象皆非 但是却没有非和所非的存在 也就是说 从法尘上回转 以至于无 就是最上的入门路径了 在这里 须不提推荐给大家的是 一界空法门 然后舍利福又从座位上站起来 顶礼佛陀说 我从那么多节以来 心中的见地一直是清静的 我能够意念起自己无数式的生生死死 简直比恒河里的沙子都多 任何世间出世间种种事物的变化 我只要一看就全明白 不会有任何障碍 有一次在路上 我遇到了加舍波三兄弟 以及马胜比丘 从他们那里我听到了佛说的 因缘法意 当下从此误入了本心 毫无边际 自在圆满的道理 所以在佛前出家 成为了佛的弟子 在佛的指点之下 我更加彻底地证悟了 决性圆满的法意 得到了大无畏 成就了阿罗汉 就好像佛的长子一样 就好像从佛的嘴里出生的一样 就好像从佛的法中化生的一样 如果佛要我说什么是圆通的门禁 按照我的经验和证悟 从心地入手 去证悟光明圆满的见性 是最上的入手门禁 舍利福在这里推荐的 是眼识界 心地见光圆满法门 然后 普贤菩萨又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 顶礼佛陀之后 准备向佛报告自己的心得 在这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普贤菩萨 普贤和文书两位菩萨 是释迦牟尼佛 在我们这个地球上 教化众生最主要的两位助手菩萨 是佛教四大菩萨当中 普贤以大行著称 普贤菩萨曾经在华言会上 说普贤十大愿望 倒归极乐 所以说普贤菩萨 可以说是法界净土宗的十足 普贤菩萨在这里向佛陀报告说 我曾经在无量无边 如横河沙子那么多的数字的佛面前 做过法王子 而且十方诸佛 也都曾经教导他的弟子说 让具备菩萨根基的人 都要修行普贤行 这是从我的名字而立下的修行方法 我能够用我自己的心文 清楚地分辨一切众生所有的知见 即便在非常遥远的其他国土中 哪怕只有一个众生 能够在心中立下誓愿 要修普贤行 我当时就马上会乘坐着 长了六颗牙的白色大象 在百千万亿的分身当中 必然有一个分身来到这位众生的旁边 即便他有很深的障碍看不见我 我也能暗中给这个众生磨顶安慰 鼓励他 支持他不断地坚持普贤行 一直到他最终成就 如果佛让我说一个圆通的门径 按照我的修行过程 我认为从心文入手 逐渐清晰明了 是最上的入手门径 在这里普贤菩萨推荐的 是耳食界心文分别的法门 接下来 孙陀罗难陀从自己的座位上站了起来 顶礼佛陀准备报告 孙陀罗难陀是谁呢 他是佛的亲弟弟 像阿难是佛的堂弟 孙陀罗难陀呢 是佛陀的亲弟弟 佛陀呀 觉悟之后回到王城 然后就度化了自己的亲弟弟出家了 孙陀罗意思是燕 是他俗家妻子的名字 因为长得好看 所以叫燕 那么难陀呢 是喜的意思 欢喜的喜 燕 喜 两个字合在一起 说明了他是燕的喜 因此呢 就可以和其他叫难陀的人区分开来 孙陀罗难陀报告说 我刚开始跟随佛出家的时候 虽然也能够手持各种戒律 但是对于三摩地 却从来都是心念散动 从来都没有在无漏方面有丝毫进步 后来佛就交给我和居西罗两个人 专门地去观照鼻端白的法门 我经过三七二十一天的专心的观照 我看到了从鼻子中出入的呼吸 好像烟雾一样进进出出 身心之内一片光明 这个光明也能够变照外部世界 并且能够观察到整个世界透彻清净 像琉璃打造的一般 后来逐渐的 这烟像也慢慢消亡 鼻子中的呼吸出入变成了白净的 从而 我心心大开 烦恼漏净 一切的出入呼吸 全都化成了光明 这个光明能够变照十方世界 我因此成就了阿罗汉的果位 也得到了佛的印证 佛也给我授记 说我未来一定可以完全证得无上菩提 如果佛要我说圆通门禁 根据我的经验和证悟 我认为观照呼吸 呼吸和缓 呼吸发光 逐渐就会光明圆满 烦恼漏尽 这是最上的入手门禁 在这里 孙陀罗难陀推荐的是 鼻石界消息发光法门 然后弗洛娜站了起来 顶礼佛陀之后报告 他说 我从九远节以来变才无碍 谁也辩论不过我 而且我一直在广泛宣说着 苦空无我的法义 我也因此在识相方面很深入 就这样经过了无数佛陀的教化过程 对于一切佛的秘密法门 我也能够在众人之中 非常微妙地开示其中的法义 已经具足了种种大无畏 佛也知道我的变才很好 就鼓励我继续宣扬佛的教化 我也因此能够在佛前 帮助佛陀转动正法之轮 我因为讲法的狮子吼声 而成就了阿罗汉果位 而且佛也印证 我是说法无上之人 如果佛让我说圆通门禁 根据我的经验和证悟 我认为通过不断的讲法 去降服各种魔怨 从而得以消亡所有的烦恼 而得到漏进 是最上的入手门禁 在这里 弗洛纳推荐的是 蛇石界法阴降魔法门 然后优伯离又从座上站起来 顶礼佛陀准备报告 优伯离意思是进取 他最初是佛出家前的直视进尘 跟随佛陀出家之后 他是持戒律第一的一位比丘 他向佛报告说 当年我随着佛离城出家 亲眼看到了佛陀六年苦 修修的过程 也亲眼见到佛陀在菩提树下 成道降魔 更跟随佛降服了诸多的外道行者 在这个过程中 我大大的减少了 这个世间的贪欲烦恼 特别是我能够按照佛陀要求的那样 严格手持着三千微仪 八万微喜 信业和遮业都得到了清净 什么叫三千微仪八万微喜呢 在这里插讲一下 是比丘巨族界以外的微喜行仪 比丘应该守的是两百五十条戒律 佛以行柱坐卧四微仪合成了一千戒 各有三世就成了三千微仪 再配以身口七枝 沙道岩 妄语恶口 其余两舌 贪嗔痴三毒 即等分之四种烦恼 共成为八万四千 诸经举其大数成为八万细形 其实在这里的三千和八万这个数字 是形容要求非常细致入微而已 并不需要牵强的拼凑这样的数量 那信业和遮业呢 是什么意思呢 也叫做性罪和遮罪 也叫做性戒和遮戒 按照《原诀经》《略书超中》所说 性罪就是杀盗淫妄四种仲戒 不用懂到佛来制定相关戒律 这几种行为本来就是恶行 只要有犯了就会有罪报 遮戒呢就是九戒 因为九啊 它本身没有什么罪 但是九呢 可以让人增加那个性罪的犯罪的机会 所以佛陀制定了九戒 是为了帮助守护性戒 如果有违犯了 就会获遮治之罪 在这里幽波利说呀 我因此得到了身心得以寂灭 成为阿罗汉 而且我也成为了佛弟子中 持戒经言 掌管戒律之人 佛也印证了 我守持心戒 把持身心的成就 并且称赞我为弟子中 持戒第一之人 然后剑刺地把持内心 令心通达十项 最后可以身心全部通达无碍 这种入手路径是最上的 在这里幽波利推荐的 是身实戒 严格手持身心戒律的法门 接下来大木剑连又站起来了 他将如何向佛报告自己的修行心得呢 二十五元通法门第四部分 我们继续来聊 我是玉雷 下集再会 鱼雷 鱼雷作品 鱼雷是花心口 便是人间好世界 吹上百花秋望月 吹上百花秋望月 下游凉风冬亭雪 若无闲时挂心头 便是人间好世界 吹上百花秋望月 下游凉风冬亭雪 下游凉风冬亭雪 若无闲时挂心头 便是人间好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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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気 际 际 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